看一下啊,这是我们村种的这个红薯啊 看看这个长的什么样啊 看一下啊,不可能大家看不见啊 这片是种的是红薯苗 大家看不见是里面有没有红薯 大家故意看不见红薯苗吧 我手机都发烫啊,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一片你看不到有红薯苗了啊 我给大家把这个镜头翻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红薯苗到底在哪里啊 好,大家看一下啊 看吧,这就是红薯苗 再看这个 看看,已经死了啊 因为河里没有水,没法浇啊 里有井的地方太远了 这整粒都是,都是红薯啊 没有什么叶子了啊,几乎都死掉了这一片 这种的全部都是红薯,不定哪一个好的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这都是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的留一个叶子,这不就留一个小叶 都是看似的啊 看这边 哎呀,妈呀 刚才给大家拍那个红薯苗的时候 这个手机啊 一过热发烫啊 停止拍摄啊 我一回家拿了一个手机啊 过来给大家拍一下啊 天气太热啊,手机中了一会儿 都是特别的发烫啊 走,再给大家拍这个小红薯苗去啊 看天气到底有多热啊 我这手机,用相机拍一会儿啊 就发烫高危,不能工作啊 再给大家,正确的 不是这个清晰的拍一下这个红薯苗啊 已经,反正是已经 百分之八九十的都已经晒死了啊 真的啊,大家看一下 这片空地方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一片刚才拍的啊 我回家拿个相机啊 看一下 能看到绿色吗 绿色的都是活着的啊 每绿色都是死了啊 咱们往近处看一下啊 再一个吧 看吧 它是急需水啊 前面那个也是啊 也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太需要水了 哎呀,前面都是啊 我都不再给大家一一拍了啊 刚才是手机发烫啊 它不工作了 一高温它就过着保护啊 这刚买的手机没用多久 高温保护啊 都是比较干旱 很多地方 现在地里面都在浇水 都是这种三车车四车车 还有水瓶啊 潜水棒 都在地里面浇水 急着就是急着出去打工的啊 在家没事的 都是在地里面浇水 现在浇水有一个有一个问题啊 你浇水之后 太阳这么大 又不下雨的话 这个水啊 三五天 我用不了五天 三四天 就已经干旱了啊 你还得浇水 所以很麻烦的 家里 温度是太高了 希望是 下点雨吧 正二八景的说 从过年到现在啊 家里面没有 下过一场正二八景的雨 有时候下两 下两点 下两点呢 就不下了 这不叫雨 洗脸都不够用啊 家里是 天气是非常的干旱啊 太干旱了 大家都看了啊 你看这个情况 咋整 如果你们那里雨多的话 可以给我们云一点啊 我们太需要雨了 这以后 河里边抓鱼都没机会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 点击关注 转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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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